我們這一課很基礎地會講四個方法 就是物質如何移入和外出 首先我想大家要清楚 為什麼東西要進入和出 不如你告訴我 其實一個銷售是需要拿什麼 有什麼東西要走進銷售裡 舉幾個例子可以嗎? 所以首先第一部分就要了解 其實一顆銷售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包括了需要 oxygen 我想問 oxygen 是為什麼? 非常好 在你們這個層次應該要知道 它是為 aerobic respiration Respiration 分了兩類 一類就是不用 oxygen 也發生到的 就是 anaerobic 但是如果 oxygen 需要 那類型的 respiration 就是有所謂的核心 就是 aerobic respiration 另外剛才Hirwood 也說了一堆東西 核心 例如是鈾酪和 amino acid 因為經過執行後 其實這些加糖和脂肪已經變成最簡單的形狀 就可以很快吸收到的 好了 另外其實肌肉也需要一直去除一些東西的 Kelvin,可否告訴我會解釋哪兩種你最常聽到的Waste 對,就是會解釋星辣氰濕和ures chili 我們最常講的兩種是一種mettabolic waste 問多點說,carbony dioxide和urelia是mettabolic waste removal of metabolic waste那個過程是甚麼? 沒錯,Excretion 就是remove of metabolic waste 但在Grade 9,我們也學過另一個名字叫Egestion 我想問Egestion 和Excretion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Waste 是不是Metabolics 如果是Metabolics 就是Excretion 不是Metabolics Waste 即是什麼呢? 即是糞便,除了一些不吸收的食物就是Egestion 好,我們現在知道有些東西進入,有些東西出 而這些進入和出其實是有四個方法的 今天這一節我們已經完成第一個方法 就是Diffusion, Simple Diffusion 好了,我相信對你們來說,Diffusion不是一些陌生的東西 這裡的幅圖,其實你的範圖也有的 應該是在第二頁 好,你看一下,現在我們有兩個地方 Diffusion A 和Diffusion B 都有這些紫色的物質 但Diffusion A 的重量就比較高 Diffusion B 就有一個低的重量 我們就說,Diffusion 就是粒子 會由高的重量的地方 就會向低的重量的地方移動 我想問到這裡,大家有沒有疑惑? 好,我想問一下,Diffusion B 那邊 這裡雖然的重量比較低 但這些物質其實會不會向A那邊走? 你現在看到我畫了一些線墜 就是因為A那邊有一個高的重量 物質就會移動到B那邊 但其實B那邊也有幾粒 B那幾粒會不會走到A呢? 沒錯,其實你知道物質其實是有一個隨便的動作 即是說它不是說那邊的低重量會自己走去 其實整件事都是隨便的 是那些物質保持一個隨便的動作 所以你說A那邊的物質是否全部向B走呢? 不一定的 其實它可能是向四面八方走過 同樣地,B也是 雖然B那邊的重量比較低 但那些物質也有機會向A那邊走過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一個隨便的項目 只不過整體而言 由於A那邊比較多 B那邊比較少的物質 所以那些物質整體而言 就有一個經歷 就是由低重量到低重量的地方 是一個整體的經歷 不代表B那邊的物質不會向A那邊走 記不記得到嗎? 暫時給點反應,好嗎? 它就說那些物質整體由A向B走的話 我們就會給它一個定義 這個叫做Net Movement 好,我想大家看看下一張 我們一直都說過 物質會移動從高重量到低重量 如果我用一個畫質的方法去表達的話 是一個bar chart 你看到A那邊 我就把物質的數目畫成bar chart 你看到那條 chart 那條 bar就很長 B那邊那個bar就很短了 OK? 如果我們在A和B這個bar chart中間加一條線的話 你就會發現出現了一個gradient 這個gradient 由於它是一個concentration的different 所以我們就叫它做concentration gradient OK? Diffusion呢 從另一個說法 就是 There is a net movement of molecule along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OK? There is a net movement of molecule along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In other words 就是這個了 There is a net movement 麻煩你大顆星星在這裏 考試如果不寫個net字 就沒有分的了 OK From a region of higher concentration to a region of lower concentration 或者我們說along 或者down a concentration gradient OK? 好 那 講到這裏 就好像很簡單 對吧? 但是很想你們現在 relate這件事去你日常生活 你覺得 有些什麼的 每天的例子 其實是在描述 Diffusion這件事的呢? 例如最簡單 我近來可能家裡的工人 或者媽媽要拖地 這陣子疫情都要消毒 我加些滴露進去的話 那個桶水裡 滴露散開 這個就是Diffusion 還有沒有其他你們想到的 Diffusion的例子 可能 例如煮飯 那種香味在廚房傳出來 那些香味的particle 其實都是由廚房有一個 高的 concentration 這樣就滴露出來 可能廳房有一個 低的 concentration 上上一堂有人放屁 那一堂有人放屁 那種屁味很快就傳到 整班都是 或者 做些什麼? 泳池 泳池 有人摔尿 你別以為那種那種的尿 只包住自己 那種尿很快就會 spread 到整個泳池 都是那種的particle 做磨 香水 我想起以前 我有一位 舊校有一個同事 我不用看到她的樣子 我只聞到她的香水味 我才知道她在前面飄過 那種香水噴的時候 這樣會 spread 這個就是diffusion,很簡單 我想問一下diffusion何時會停止 就是diffusion的過程何時會完結 對,兩邊的particle是平均分佈的 我們如何去描述平均分佈呢? Equilibrium是形容狀態的 但如果你想用一個細節的文章 去描述它達到Equilibrium的話 我們會說那些particle是平均分佈了 怎麼說呢? spread evenly,沒錯 就是 evenly distributed 我們會發現當那些particle 不停由一個region of higher concentration 去到一個region of lower concentration 的時候 提一提你,你們考試很多時候會漏了這個字 你很多時候就這樣寫 There is a net movement of molecule from higher to lower concentration 這樣就可能有機會被人扣分 所以記得就要寫回region from a region of higher concentration to a region of lower concentration 去到什麼時候停呢? 就是當A和B兩邊 molecule的數目 more or less the same 我就說它是 evenly distributed the molecules are evenly distributed and equilibrium is reached 在這個時間 diffusion就會結束 好 我想問一下,當diffusion結束的時候 那些粒子還動不動? 動不動? 動,但是它不會 就是它的平均的位置 它的平均的 concentration 是一樣 是 那就是說那些 molecules 不會有什麼動作? 如果它是移動在各方的方向 那就是那些 molecules 不會有一個平均的動作 沒錯 在這個時間 就沒有平均的動作 沒有平均的動作 它不會有一個大的趨勢 由A向B 或者B向A 沒有這個趨勢 所以沒有平均的動作 但是它們就會移動在各方的方向 在各方的方向 OK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了,我先提醒你 如果你印了我的項目 的話 所有在PowerPoint上面出現 紅色的字 代表你要寫 平時如果你上課 反夢的話 總之逢我看到這些字 代表你要抹下 好了 這裡就是第一項 第二項第三項 At equilibrium There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number of molecules everywhere in the system So there is no net movement OK No net movement anymore 因為你看到 A和B 兩點的 concentration 已經是一樣了 好 其實整個diffusion的過程 根據你的理解 它需不需要 我們這個cell 去供應能力 給那些 molecules 從而發生diffusion 需要嗎? 不需要 所以大家可以記錄 diffusion is actually a physical and random process that does not require any energy from the cell 你說它是否需要能力 當然要 任何東西在動 都會有kineetic energy 但是那些 energy 不是由一個cell 的 所以它就說 does not require the cell to provide energy for a diffusion to take place 好 太快了嗎? OK OK 在你的項目上 我放了一個很簡單的 experiment 去示範 這個diffusion 超級低 就是 我給你光水 然後我滴幾滴墨水 它不是墨水 它是Protestin-permangani 本身是紫色的 然後很快 這些紫色的東西 就會散開了 哇 然後就很神奇地 你可以見證到 哇,diffusion發生了 OK 這個實驗 我們本身也不會做 因為太低能 你很有興趣做 我們自己家裡做 說到diffusion 如果對於整個過程 是理解的話 現在就去到 比較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 究竟 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diffusion 加速 好 那 我想問一問你 這是我親身見證的一件事 你好像跟你們 你們有跟我說過 我自己中三的時候 上營業課堂的時候 有個同學 坐在最後的位置 賴屎 賴屎 賴完屎之後 很嚴重 他一賴屎 我們全層 整層的課室 全部都要撤退 去其他課室上課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 他賴屎 會弄到全層 都要逃跑的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個臭味會傳得這麼快 我想問 但是 是種類的冷氣系統 什麼 那些冷氣可以伸展到 整層都一樣 噢 我們那時候不是種類的冷氣 和你們一樣 都是一個個的冷氣 我想問一下 你上課 你有沒有試過跟我放屁 真的 你有沒有試過上課 有人放屁 或者 你們上課 你有沒有自己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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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問 嘩 這麼臭 誰放屁 我想說 放屁這件事 經常都出現 課室 無緣無故放屁 然後整個課室 都 有時 如果很臭的皮 整個課室都聞到 但我想說 那次我很深刻的 就是真的 那堂的賴屎 全級 整層的課室都要清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放屁 就不會這麼嚴重 賴屁 就這麼嚴重 因為什麼呢 因為屁股很濃 屁股很濃 對 沒錯 你放屁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想很生物地說 為什麼屁會臭 屁會臭 你的糞便裡面 有很多 細菇在補充 然後就會產生很多 H2S 就是臭的 你放屁的話 其實就是空氣 帶了部分的 H2S 所以 那屁股的H2S 的重量 其實不是太高 所以 一個不太高的重量 你拆開它的時候 其實就會比較慢 最後 譬如 你舉個例子 你現在在D班 課室 有Alvin放屁股 那屁股的H2S 有沒有可能傳到M班 其實是會的 只不過是長一點 是會傳到過去的 但是為什麼我當時中三 那屁股的 那屁股 是即時全級都聞到呢 就是因為 那屁股的重量太高 變成 那屁股的重量太高的時候 那屁股的重量就會極高 OK 所以 我第一個要探討的 就是 那屁股的重量 為什麼會快一點呢 就是因為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那屁股的重量 越大的話 那屁股的重量就會越高 舉個例子 這裡是放肚子 放肚子的時候 那屁股的重量比較低 所以 我們說 放屁股的位置 和沒有屁股的位置 它們的重量度 其實是沒有那麼深的 OK 那屁股的重量就會比較低 但是有人 賴了一塊屁股 哇 這裡的重量極高 你看到 所以 一個重量的重量極高 就會使得 融化率會爆升 OK 如果 在屁股的項目 你可以看到一個表 那表 左手邊的第一格 就寫一個分別 就是 重量極高 或者是 重量極高 都可以 那我們要表達 分別 當然會用一個 大分別 或者小分別 如果你是用concentration gradient這個詞語的話 你就會用steep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或者一個less deep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 第二個,temperature 我想問溫度高一點的話,diffusion rate會怎樣 因為temperature 高,氛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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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圖多了 如果它動得快一點的話,自然你的diffusion rate就會高一點 所以這個也是你想想為何熱的食物的香味很快會撲出來 但如果在廚房做壽司或冷麵 你不會很快會嗅到味道的,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夏天的時候,為什麼放屁會嗅得那麼快? 就是因為particle 會嗅得快一點 這很簡單 第三個,Size of Particles 就是普通的意思 你覺得particle 大粒還是小粒會動得快一點? 同一個力量比它,大粒是小的 當然是小的 所以越小的particle 他們的diffusion rate就會越高 下一個,深的那樣的路 講到chemical nature of Particles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頭三個是可以發生在哪裡都可以的diffusion 可以發生在空氣,可以發生在液體 也可以發生在細胞外面和裡面的細胞 穿過細胞膜的時候 唯獨是第四點,只是講到diffusion through cell membrane 原來diffusion through cell membrane 是會受到那個particle的 chemical nature影響 會有快和慢之分 小小小溫一下grade9學過的東西 我先問一下同學 我想問你記不記得,Cell membrane 它是由什麼物質構成? 有沒有人記得? 是是酸素 酸素是有的 不過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什麼? 是酸素 對,主要構成Cell membrane 一樣是酸素 酸素其實是酸素 有什麼東西會容易穿過脂肪? 有什麼東西不行? 如果你知道那層東西本身是油 脂肪就是油 有一層油包著酸素 要穿過那層油的話 有什麼東西是穿不過的? 水 沒錯 所以一些水溶化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難穿過酸素 但是一些酸素溶化的東西 或者酸素本身 是容易穿過的 又溫習了 我們在學校9 都學了兩種維含是液體溶化的 記不記得哪兩款? A 和D 沒錯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記住學校9學過的東西 其實整個酸素 這些東西是酸素的東西 一些液體溶化的東西 是比較容易穿過的 OK 容易穿過的 另外有同學說 那上班問,水是不是穿過不了? 不是的,水有其他方法 我遲些會再說 Diffusion distance 這個位置 功學校是經常問的 就是如何加速Diffusion 就是我們希望將Diffusion發生的距離減低 有時候有同學不明白的話 看看這幅圖 超簡單 其實就是跑步 你從起點開始到終點 當然你的距離越長 它不需要越長的時間 距離越短的話 它需要的時間就會越短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Diffusion distance 越短的話 就像B這個例子 越短的Diffusion distance Molecule可以Diffuse到終點的速度越快 能否令得順 OK 先記錄一下G9的東西 其實G9我們學過關於Diffusion distance 你有沒有印象在哪裏? 對了 Epithelial cell 它是多薄 1 cell 很薄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學過一條這樣的東西? 這條東西叫什麼? Velus Velus 我們說它的皮叫Epithelium 是1 cell thick 一層細胞那麼薄的 目的就是希望食物 可以穿進去的時候 經過Distance 這個Distance 是短一點 短短的Diffusion distance for digested food OK 好 沒問題 A shorter Diffusion distance 可以增加 第六點 Service Area 這個老是常常出現的 經常都要說Service Area 我們一起看看這幅圖 A和B A和B 假設它們的Distance 是一樣的 中點起點一樣 起點的時候 我假設它們都是一樣的 那究竟A和B 會快一點 可以讓粒子 過了去 過了去 那不用問了 一定是B 因為B的位置 你會看到它的 橫切面 Service Area 寬闊一點 大一點 即是它同一時間 可以讓多些 複雜穿過 就等於 我有點離地 例如我駕駛車 經過 洪水 如果洪水 如果說真的 你寬闊一點 你有十條車的話 你自然地可以處理到的車 就會比較多 可以經過的車 會比較多 速度就會比較快 但如果你這麼窄 你的Cross Section 的Service Area 這麼小的話 自然地同一時間 可以經過的粒子 就會比較少 OK 所以 我們就說 Diffusion Service Area 越大 Rate of Diffusion 也會更高 所以 A larger surface area 可以增加 Diffusion 好了 我又要考你們了 又考一些Grade 9的 Grade 9 我們提過 幾個位 關於Service Area 但是 很直接關於Diffusion 應該只有一個 你記不記得 有兩個地方 有兩個地方 我們提過Service Area 大 哪兩個地方 對了 我想問 Elium 如何有一個Large Surface Area for Absorption 對 很長的 多長 7米 7米的目的 有兩個 第一個 Increase Surface Area for Absorption 和Digested Food 第二個 Increase Time for Absorption 和Digestion 但是 我們再 Microscopic 去看 Elium 還有一個結構 手指 我們說Finger-like 是甚麼 都是那條東西 Finger-like Velous 好處是甚麼 Increase the surface area for甚麼 是甚麼 知道嗎 Finger-like for Absorption of Digested food Digested food Grade 9 考到這裏 就是Food Stop Grade 10 要加多兩個字 下去了 所以 這個是Finger-like Velous which can increase the surface area for Absorption of digested food 這個是Grade 9的答案 到這裏為止 Grade 10 加多兩個字 By Diffusion Diffusion OK By Diffusion 即是為甚麼一定要 Large surface area 為甚麼要Finger-like 為甚麼Finger-like 就會增加到 Rate of Absorption 原來是因為 By Diffusion Alright It can increase the rate of Absorption of digested food By Diffusion 好了 Medium 第七個 最後一個 Medium 我們說的是 我們要發生Diffusion 其實主要是Liquid 和Gas OK 好了 即時告訴我 這三個東西 Solid liquid gas 哪一個的Diffusion rate 是最高 沒錯 因為它的 intermolecular force 相對比較小 所以它們的Velocity 會高 Velocity會高 即是它的Kinectic Energy 所以它們的Velocity 最快是Gas 第二是Liquid Solid 怎樣做呢 Solid有沒有Diffusion 我現在有一支Apple Pencil 還有原子筆 我將它搭在一起的時候 究竟藍色的筆的particle 會不會飛到 那支Apple Pencil 會的Diffusion 會的 會還是不會 會 是會的 是會的 但是呢 我想就需要很長的時間 屬於連計的時間 為什麼呢 對了 這個牽涉到應該是Grade 7 學到Particle Theory的時候 你會記得Solid 其實它之間的 那個 intermolecular force 是很大 它們之間是拉得很緊的 所以真的要脫出來 其實是需要很大的力 以及需要相對長的時間 所以Solid有沒有Diffusion 理論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在Bio當中 真的要說它Solid的Diffusion 基本上我們不會提到 基本上我們可以當它沒有 因為太慢了 可以拒絕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寫下 就是 Gaz是有一個 高的Diffusion 而Liquid 就有一個低的Diffusion 同時可以取消消消毒 另外在一個細胞自己 在細胞自己 譬如有些細胞 有些細胞想混在Cytovusum 亦都會用到Diffusion 所以Transport of substance within the Cytovusum 或者有一些 uncharged molecules 例如CO2 Oxigen 一些沒有充電的小組織 其實都可以透過濾氛 會進入和外出的 如果你覺得很淺就好 很深套,不要緊 不如試試做一下題目 先講講Nooks Nooks我已經更新了 是2020年最新的版本 除了Nooks之外 我亦每一課會給你們的 分開題目、複雜選擇和長質問 但那堆題目有很多 有同學可能短時間內未必做得完 我就會把最重要、最精華的題目 選擇出來,放在Nooks裡面 所以如果Nooks裡面的題目 我希望你最起碼要處理它 當然我會上課和你一起做 例如現在有兩題複雜選擇 所以試試的,就是第五頁 好,不如這樣吧 第五頁,你們靜靜地自己看一看題目 我給大家做幾分鐘 然後我最後和你對一對 好嗎? 好,開播 我猜第一題會比較難 不如先講第二題吧 第二題誰錯的話 麻煩你私下 DM我 幫你幫我補一下 麻煩你 第二題不可能會錯 但我用Dock了,是嗎? 好,第一題了 我們發現,如果重量的重量越深 濃度差別越大 Rate of Diffusion就會成正比例上升 再說一次,是成正比例上升 如果差別大一格 Diffusion rate就會上升一格 大兩格 差別大兩格 Diffusion rate就會上升兩格 是一個 directly proportional的關係 為什麼要這麼強調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DSE的2019年這一題 就牽涉到這個概念了 我現在就想解解題目 因為第一次做DSE的題目 你可能會覺得題目的字眼很複雜 整堆字,我就不再逐個字去和你讀了 意思大致上就是它有一杯溶液 在裡面浸了一些Plant Cell 當然這幅圖是不成比例的 它浸了一些Plant Cell 然後它就說,Plant Cell 它自己本身的濃度是X那麽大 它說Plant Cell自己本身的重量是X那麽大 現在它就說,想量度一下 這些Plant Cell 透過Diffusion 去Uptake一些Salute的Rate 首先第一個問題,什麼是Uptake? 是的,其實我們可以用Absorb這個字眼 Uptake,就是它拿東西 它就說,我想量度一下 這些Plant Cell 它Absorb這個周邊Solution的Salute Salute就是溶在裡面的東西 譬如我把鹽溶在水裡,那些鹽就是Salute 它就想看看究竟 Plant Cell Absorb周邊Solution的速度會是怎樣的 這是它的研究 那它怎樣做的呢 它就將周圍這個溶液 我當這個溶液叫做溶液A 它就將這個溶液A 就不停增加它的重量 然後它就量度一下 究竟這些Plant Cell 究竟拿到多少外面的溶液 我想刺激一下大家的思考 如果你是這個科學家 你很想改變這些Plant Cell 外面溶液的重量的話 你想它不停增加的話 你會怎樣做的呢 就是加多點鹽 所以你看到這個科學家 就是它由這個位置 Concentration of external solution 是零 就是完全一根鹽都沒有 然後就不停加鹽 不停加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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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增加那個Solution的 concentration 然後在不停加的過程裡面 它就偶爾就抽出那些Plant Cell 就驗一下裡面 它拿到多少鹽 明白我說什麼 OK 加一根鹽 加完之後就再拿那些Plant Cell 出來驗一下它有多少鹽 如此類推 那麼 它就說 問你一下你了 究竟哪一幅圖 是正確地表達到 這個Plant Cell 吸收鹽的速率的 OK 我想說這四個答案裡面 有兩個是很明顯 一體就知道錯的 這裏有沒有跟我一體就覺得 有兩個我一定不會考慮 A和C 沒錯 A和C 基本上我一體已經知道錯 為什麼的呢 沒錯 為什麼呢 剛剛已經提醒了給你聽 X就是Plant Cell的 concentration Plant Cell自己本身有X那麼多的鹽 如果你周圍Solution的鹽的濃度 比X還低 即是說周圍的濃度比X更低的話 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Diffusion發生 沒有Diffusion發生 是不是 真的沒有 你想想 現在我反過來 咦 有跟我說到了 其實這裏就是騙你的位置 其實X以前這個環境 Solution的 concentration這麼低 Cell concentration這麼高的話 是有Diffusion的 只不過Diffusion的方向 這個Nat Movement 就是由Cell 這個是Cell 就走出來了 OK 原因是外面的Solution concentration太低 所以Cell裡面的東西就會走出來 透過Diffusion 這裏好不可以 好不可以 所以在X前面 其實是不可能有Uptake 不單止它不Uptake 甚至是會失敗一些Solution 所以A和C就肯定錯了 我們會知道一個Uptake 肯定是X打後才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X打後 Cell concentration就高於Cell 所以那些Solution就可以透過Diffusion 進入Cell OK 答案就是A B和D 你會看到X打後 Cell就開始吸收東西了 但是究竟它吸收東西 那條線 會是直還是軟的呢 我想問一問你 如果條線直和軟 其實是反映著 它吸收的什麼分別 沒錯 大家都說得到 兩個其實都是代表增加的 只不過如果它是曲線的話 如果它這樣飆上去的話 其實就是代表著 它的吸收率 隨著重量的上升 而極速地飆升 極速地飆升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用英文說的 這個叫Exponential的上升 就像現在地球的人口 如果你有看 地球的人口 其實是 是Exponential的飆升的 這個是時間 這個是Population 我們發現 原來地球的人口 過去的幾十年 是這樣升的 近這幾十年 是突然升上去 是Exponential的這樣升 那意思就是說 它是吳成正比 吳成正比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外面的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 差了1 它的diffusion rate 就升了2 接著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 去2的時候 它的diffusion rate 就去了10 好嗎 即是說 那個diffusion 改變很少 但是 rate就爆升 但是剛剛 其實我一開始已經說了 其實那個diffusion rate 那個速度 是跟一個 是成一個 正比 正比 如果要成正比的話 那就不是這樣了 OK 不是說外面改變少少少 那個diffusion rate就爆升 不是這樣的 OK 所以答案就是 OK 講了這麼久 為什麼這題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去講呢 是因為 不論是全香港也好 去年我們學校考試成績也好 這一題是特別差的 所以我們要花一點時間去講 好了